看看新闻网 早上大概八点多醒来了以后 我打开手机 第一条信息就是 他的阿姨给我发了这么一条消息 我说等到你一百岁的时候 我专程到成都去给你喝瘦 他非常高兴 又回复过来了 但是没有想到 这么快老人就走了 生命无常世事难料 1917年1月17日出生的李恩琪 今年96岁 距离约定的百岁寿代 其实仅仅只差四年的光景 但是据六小灵童透露 老人生前没有病痛缠身 生活安康祥和 已经令人欣慰 因此六小灵童更愿意 美好地将老人的离世 理解为 他已经和早前世事的丈夫团圆了 我觉得也是一种喜丧了 我们讲 过去叫百岁 开六他这96岁了 而且我昨天 他女儿跟我通话 就是到凌晨四点的时候 就是让他去洗手间的时候 叫醒他 他就等于睡着了一样的 没有任何病 所以我想他也没有任何痛苦 而说起李恩琪这个名字 可能很多观众还并不熟悉 作为横跨电影 电视剧 以及话剧界的表演艺术家 李恩琪曾在霓虹灯下的哨兵 东静续剧等经典影片中都出演过重要角色 不过他自己表示 参演西游记才是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我的丈夫 在三日之前 跟黄花灌烛 吵了几句嘴 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他一直在成都生活 那么我有机会去成都 我一直去到他家里去看他 看到他家里挂的那张大照片 就是我们俩在西游记当中的一个合影 我是孙悟空的造型 他是黎山老母的一个化身 而要说李恩琪和西游记的结缘 更是极富传奇色彩 上世纪八十年代早已退休的他 因为在九寨沟景区游览时偶遇剧组 主动请应饰演黎山老母化身的角色 谈起这段往事 六小人童历历在目 向我们娓娓道来一个生动自然 同时热爱表演的李恩琪 那么那次我们八三四年在四川 拍盘四栋那一集的时候 杨洁导演看见一帮老人在那游览 确实是李恩琪老师 我印象当中他就没有回家 就直接就住下来 让他家里人送了点衣物到了住地 偶然的相遇 却也注定李恩琪和表演必然的缘分 为此他也和当时扮演孙悟空 活灵活现的六角灵童 成为傍年娇 自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只不过李恩琪和王平这两天 接二连三的离去 让六小灵童也希望提醒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身体的重要性 以及珍惜二字的意义 我们每一个人 首先是身体健康 身心健康 同时你延长了自然生命 才可以把你的 像我们艺术界的人 艺术生命延长 创造更多的艺术形象 奉献给我们的观众 那么在这里 我通过我们的栏目 祝愿我们每一个观众朋友 各个领域的同仁们 吉祥如意 元孝节快乐 西游乐再见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